有句话说商不转水转 企业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 就必须在棕林上闯出一条新路 这两家批发商就勇于改变金融策略 成功的在激烈的批发市场竞争当中取得了疫情之地 那酒店业也是个竞争激烈的市场 去年我国增添了1000多个新的酒店货房 今年还会增加4000多个 我们回来一起去了解一些本地的中华特色酒店怎样吸引客客